在不久前发布的梅塞德斯奔驰S-Class Cabriolet 因为采用OLED的尾灯而备受蠕目 这个尾灯组显示非常炫目 不过你可不要以为OLED只可以使用在尾灯 因为奔驰还计划在EQA新车上使用OLED作为头灯组光源 不久前奔驰正式发布了EQA的预告 EQ是奔驰全新的电动车品牌 A代表的或许是A-Class 因此我们可以把EQA看作是A-Class的电动版本 在EQA上奔驰为了更长的电动行驶里程 所以计划在EQA上采用OLED的头灯组还有尾灯组 OLED有什么好处 它的优势在于节能轻体积小寿命长等等 严格来讲对于车辆的减重 车辆能源的消耗有着一定程度的帮助 除了以上的优点外 OLED还可以将一些信息投射到道路上 这也是为了未来的自动驾驶技术做准备 同时OLED还可以精准的控制灯光亮度 对于行车安全也还是有一定的好处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车款都在尾灯组上采用OLED 但是头灯组还真的是第一次 看来EQA还是相当值得期待的 但我们还是希望奔驰可以在新一代的A-Class上 先采用这个技术 毕竟A-Class相比电动车还是比较适合我国市场